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这几天也有点缓和 美股也开始涨了 包括亚洲的股市 港股 昨天也都涨了 信心开始回升 但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进了重症病房 你说此时刻我们是该高兴呢 还是该难过呢 这个英国首相约翰逊 本来我叫他唐普弟 现在也不开他玩笑了 真的是深切地祈祷他 能够凡事使人我们都希望他 这个人本关怀 希望他能够一切无恙 尽快恢复健康 好 马上看看 过去就要 不知道大家 前几天有没有在上礼拜 在两个礼拜之前 在社交媒体上看过一个视频 他还跟他说 他说我昨天去了一家医院 然后里面有冠状病人 这个病人 我不怕 I'm just shaking hands with everyone 我只跟每个人都握手了 他想展示 不要怕不要怕 我跟每个人都握手了 他以为是艾滋病的 艾滋病没关系 你跟他握手没关系 那个玩意是要懒病的 严重缺乏科学常识 好了 不管怎么样 咱们还要一次 深切祈祷 他一切能够尽快的恢复 我们看看 现在英国的 Dailygraph 泰晤士报 都说了 他已经到了 深切治疗部 其实就重症病房了 那么现在有人说 哎呀他不行了 他已经插了呼吸机了 然后英国官方 出来否认说 没这回事 那关键问题 香港文汇报也挺逗的 这个把他 这个不久以前 和那个三月初 四月二号 四月三号 把这个三人照片放在一起 我看一下 他想说的是 其实这张照片 精神抖手 精神抖手 这张照片都还行 不管怎么样 这个我们还是希望 他赶紧的一切好起来 好 我们看看 这个Moscow Times 和那个香港文汇报报导 说俄罗斯媒体 船 他可以用呼吸机了 就刚才我说 唐宁街高调否认 那么现在关键问题 他走了怎么办呢 也不是说他走了 他生病了怎么办呢 那肯定要有一个 英国人叫Plan B 要有一个B方案 没有 现在这个关键问题 现在只能有几个 现在是有外交大臣 暂时代理职务 据说是他在进病房之前 委托的 那个人叫Rap 说你来委任我 那么现在关键问题 好像是约翰逊 他说依然在领导政府 哎呀 他这就没说了 但关键问题 刚才我说 他没有Plan B的 没有另外一个方案 万一 你像美国人 他有Plan B 有Plan C 说万一 这总统 副总统都懒病了 而且都死了 比如说 这也是很不厚道 都死了 说然后我们有一个美国的一些四星将军就是他 关键那个人名不见经不传 从来没听说过 就是他 以后就领导美国了 比如说 这个 这个呢 听上去是有点可笑 但是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来出任 这个美国总统和副总统 听上去 这至少还是用战略 英国人他没有战略 因为宪法里面没有规定Plan B 这有问题了 好了 这时候咱们就说到为止了 咱们在还深切希望 这个约翰逊 这个老弟啊 赶紧恢复起来 领导英国 走出泥牢 握手以后少握点了 拥抱啊 清廉啊 这种事啊 你还有个未婚的 这个31岁 你的未婚妻还怀孕的 也被你揽上了 有人说也可能是他被他未婚妻揽上 不知道 这事咱们就不说了 路透社 好 咱们先看看这个经济方面的事 路透社说 德意志银行 预计2020年英国经济委缩达到6.5% 警告下行风险 那么强身 这是香港人说的啊 叫Johnson嘛 强身进加护病房 情况很严重 关键的特朗普啊 我以前经常开玩笑说 他哥 那他哥前来也有所表示了 他说为他祈祷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为英国祈祷 凡是人 我们都要有人问关怀 同时信报和经济日报报道说 这就刚才我说的 好事也连连 对不对 这个美股开始涨了 这也再次证明了 我以前再次说过的 现在这次不是金融危机 这次是由一个国际卫生危机 所引发的一场国际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有可能会1929年会重新来临 那么这个金融危机不是的 因为至少在那个Banking nerve center里面 就是银行的中心的神经系统里面还没出问题 但是就像以前我们经常说 两个人分手啊 不能老挂在嘴里 分手啊 分手啊 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还真分手了 所以信心下跌 不能老下跌 跌的跌的就起不来了 这次还能起来 起来这事很重要 对不对 现在还起得来 说明还行 等哪天它 蹦 起不来了 这事就完了 好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Finalist Times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 现在大家还有可能关心石油问题 本周四 据说这个石油部长会议啊 这个马上本周要举行紧急会议 那么现在石油 这基本上后面在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间 有人说沙俄沙俄不对的 沙俄 其实沙特与俄罗斯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美国领着 这事咱们就不说了 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讲 新陈广播电台和CNBC也有相同的报道 然后特朗普说 称这个油主 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些 这叫油主 油主为要求美国减产石油 这种减写真逗的 然后其实把全世界各地的减写放在一起 基本上可以编一个 编个笑话 编端相声段子 好 然后我现在就没空 有空我也来编个相声段子 好 那个路透社中文网说 美国领域部长希望 沙俄 就是沙特和俄罗斯 本周结束争夺 原有市场份额的斗争 然后呢 这个是两个老人 这个特朗普呢 现在要不给他帝 祈祷 要不跟另外一个老人开始斗 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啊 基本上都是老人斗 那波尼桑的是 现在昨天波尼桑说了 他的一个top advisor 一个顶级的一个 才要选到底 因为波尼桑呢 是一个phenomenon了 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了 好了 现在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老头 一个叫特朗普 一个叫拜登 这两个人开始商讨了 打个电话 说我们来共同如何来应对 这个新冠病毒 这还是好的啊 然后人民日报 和华日邮报都报导说 纽约税报报导 官方统计低估 美国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 然后呢 这个科莫 就纽约州的州长说 这个说 这个纽约的封城啊 还要延长到4月29号 然后说我们低估的疫情 正在付出代价等等 那么还有口罩的协议啊 等等 然后呢 然后老大报报导说 美国是浪费了几个月时间 几个月啊 这注意啊 这month后面有个S的 这辅数啊 U.S. wait a month to start all the essential supplies 就是他的很多 这个供应物质 根本没有 尤其是口罩啊 呼吸机啊 没有 靠这个东西 它挂了几个月时间 所以你看 这时候给闹的 CN和那个香港星岛日报报导说 纽约州四千个重症 用抗逆绝的药来 现在反正这个 知道这个病的治不好 反正什么药都往上 把这个柜子丢什么药都往上弄了 千万别把这个 自腐吸的药弄上去就行了 然后中国电 中国时报 电子报和那个华盛顿邮报报导说 这个波音公司啊 现在很惨嘛 现在我们大家说 航空业最惨的就是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的无限期停工三万员工放了无薪价 所以大家现在就说 这一次如果经济危机来了 波音公司会不会成为今年的一个叫雷曼兄弟倒塌 那以前跟大家讲过 特朗普说 No 我永远不会让这个波音公司倒塌 关键要钱的 Money 钱要拿来说话 新京报 河相公电台报导说胡人现在出来说话了 他数了数中国有钱人 手里还有多少钱 一数啊 说不得了 疫情影响的两三个月份里面 百强企业家两年半所创造的财富全部蒸发 所以一切的一切还要取决于疫情 现在基本上三环嘛 一个是疫情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疫情 两个基本点就一个是经济危机 一个是金融危机 所以刚举目张 还得把疫情给搞好 Kutloff 就是美国的那个特朗普的那个 他的一个经济顾问 然后他是时候发行抗议 就在这什么 他们叫 有时候叫Virus Bond 有时候叫War Bond 就战争 战争债券 就是专门来抗病毒的 好了 咱们后来看一下中美关系 中国中美国大使崔天凯 最近非常好 他发表了一些以前我们高度赞赏 崔天凯说 这个中美应该联手抗议 而不是互相指责 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 那么香港经济日报 把他的主要观点都罗列出来 然后我就不念了 大家赶紧拿出我们的手机拍一下 然后同时我们的外交官 在世界各地都在展开一些 这个为祖国 为国家 这个真名声的活动 所以驻法使馆也说了 他说西方舆论污名化中国 然后呢 北京也调查 刘伟学生包机回国的一个意愿 这个中国的驻外航线 在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好了 咱们再看看 另外一眼睛看看日本 日本方面 联合报和那个美日新闻的报道说 这放错了 联合报也放到上面去 然后说 日本的七个地方紧急状态 为期一个月 那么日本政府呢 要拿出108万亿的日元 实施紧急的一个经济对策 日本紧急状态 效用惹到质疑 然后呢 安倍马上出来解释了 说这个紧急状态呀 无非是stay home 待在家里呀 不能外出啊 基本上是自愿的 我们没有处罚的原则 这日本人基本上都是 还是蛮自觉的 有时候日本人过度自觉 那么同时我们再看看 在东南亚方面这个street times 就是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 报道说它是Asian 这个当地翻译叫亚西安 Asian就是东盟啊 东盟国家和美国誓言继续合作来应对多冠病情 新加坡政府呢 他的官员 他的雇员的薪金一律或政府补贴75% 印度方面 现在这个印度是药品制造一个重症吧 至少所以他这个药物的供应链 现在supply chain是供应链成很大的问题了 现在这个药物供应链成很大的问题了 昨天不是说吗 特朗普说印度你要赶紧向我们提供这个药物 联合早报报道说印度取消24种药物成分的一个出口的限制 印度总理莫迪也说了 抗疫将是493不可懈怠 同时这个莫达玛前一阵他的医生生病了 还给他打了一针 这个完了以后他隔离了两个星期先出来说还是阴性的 那么阴性之后 他说了 他说这个 这个pandemic is historical test for EU 是对欧盟的一个最大的考验 有人说这次的经济危机也好 这次的什么什么也好 这次的疫情是100年一次的 这次的经济危机至少是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而且我认为他有可能会把西班牙大流感 和1929年的这个大恐慌放在一起 两个重叠 但只不过金融危机到目前还没有发生 好了 法国的财政部长说 法国经历面临二战以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然后北约同样也是如此 那么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卫生组织 盘德赛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 据说是克林顿是他的背后的贵人 担任过埃塞俄比亚的外交部长 卫生部长 他的千年轻 然后他说 前线应该先获得医用口罩 不宜即刻放宽封锁 那么同时 英国的医生说 他说multi-altern danger 就是多气管的综合症 就是我们说的综合症 这个病毒有可能会引起综合症 四位专家按照香港人的报道说 患者有病症之前 一到三天能够通过飞沫传播病毒 这再次说明戴口罩是游动了 但是谭德塞也非常愤怒说法国有的科学家说把非洲当成疫苗试验场的言论感到震惊 而且他深深的感到痴怒 这个话说的非常之对 所以法国人真的是有时候这殖民主义贼心未死啊 现在我们大家还有高度关注Africa 高度关注这个非洲 还要高度关注印度 高度关注拉丁美洲 因为一个那个里头的经济比较落后 公共卫生设施比较落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粮食安全主要是靠那里来的 我们现在说food supply chain 就是粮食的一个供应链 主要是靠那里来的 昨天不是跟大家说 兰德智库有个报告说 在第一线的农民一定要高度保证他们的身体安全 如果他们生了病那不得了的事儿 好了咱们再想想美国和伊朗的关系 伊朗外交部说永远会因冠状病情向美国求助 可以啊 像俄罗斯和中国求助可以啊 然后美国媒体报道说 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指着美国扣押呼吸机 哎呀 美国这种呼吸机的事儿多了去了 现在据说 返卖呼吸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卖 这种黑色真是发凉 这人血馒头发人心 同时我们再看看这个Sociana Morning Post 这个也有报道说 现在这个军队也都出动 爱尔兰的总理呢 他本来就是医生 现在叫不是虫皮战袍 也可以说虫皮战袍 虫皮白大褂 亲自上阵 这还很逗 以色列人 这个犹太人呢 对胡子很长 所以戴着口罩 胡子还露出来 那怎么办呢 有人说 继续把口罩做大 所以你的size很重要 这个尺寸要符合那个尺寸 不要想歪了 然后以色列外甥部说 将增加尺寸 然后呢 有的东西呢 也不得不想歪 你比如说 这个香港新报报道说 家暴 疫境 急证 联合国呼吁 保护 妇女 这个美毛病 非常之好 最后一章 BBC这个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一对夫妇结婚 这个年头生命遇到威胁了 还结婚 上帝也要感动 这话没毛病 非常之好 但是问题 你结婚你也得遵守居家令 对不对 你不能违反居家令去结婚 于是这两夫妇 违反了居家令去结婚 上帝很为难 那最后警察来了 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 国际书报 好了 国际书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环境网报道说 特朗普政府决定 这个退出开放天空的条约 然后同时呢 他美国中的命令国务院和几家国家 讨论太空资源相关的国际条约 然后美国国防部指俄罗斯的一个白人至上组织 是恐怖主义 然后日本在公共导 公共导导弹部队也成立 不知道针对谁 欧盟将对综合埃及的一个产的玻璃纤维产品 征收反倾销的一个关税 上周全球债券的销售1.56万亿破了一个记录 然后最后告诉你 最后还一起评 告诉你泰晤士报 香港联邻报道说 很有意思 一看英文文明看懂 说 sleep after cycling to build up memory say scientists 就是那个科学家告诉你 运动以后小睡可以增加记忆 后来我发现这事不用科学家 我也知道 看来我也能做科学家了 好了 最后告诉你 英国卫报的Guardian说 现在全世界的人戴上口罩不算 全世界观光还不算 还得给所有的雕塑也戴上口罩 大千世界 MING PAO TORONTO Clouds of sand raised by the wind of the end of May 澳洲人的创意是挺好的 此时此刻还有如此浪漫的创意挺好 当然问题是一边很多人说 编一台口罩 一边还给雕塑带上口罩 一边有人说把口罩 让给最需要的人 一边还给完全不需要口罩的雕塑 虽然是一种艺术 艺术我们很尊重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 反正上帝感动就好了 好了 咱们休息一下 完了以后看看这边大中华的消息 欢迎回来 咱们转过来 今晚都在这边 武汉明年解封了 马上告诉你 中华就叫 好 上过来我们看一下香港大公报报道说 说解封倒计时武汉浴火重生 然后呢香港大公报还罗列了武汉封城的大事迹 最主要那个日子是从1月23号正式开始的 1月23号之前我们都很担心 全国其他地方都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只有武汉这个高铁站是最危险的 所以当时我们也提出 后来就第二天 中南山院士说要封城 非常之好 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 好 现在两个报报道说 武汉明天解封 是从持续小区封闭的一个 小区封闭 小区还叫封闭管理的 MF国际货币经营组织称 中国出现有限 但令人鼓舞的复苏迹象 但疫情还有可能会复发 昨天呢 王晨越是 这个事儿在社交媒体 《人民日报》都已经疯传了 说我们被病毒的认识 仅仅是皮毛 然后他关注问题还说了一个 如果说西方过了几个月 他集体免疫了 现在说据说60%的人都有免疫力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要加快科技创新 让天明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他说我们过去几个月 主要是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但现在我们未来要展示 我们一个非常强的 一个科兴创新能力 这个香港新报和澎湃通信社 都有报道说 专家说武汉有一两万是待军者 孙春兰五大视察 这个减轻 这个促减轻毕业生的 一个就业的影响 前面几个月 全国大概有46万 中国大陆有46万家的这个公司 这个遇到困难 几乎要倒闭 中国时报报道说 林一夫提倡说 为了救中销企业 呼吁发消费券 然后呢 炸弹银行研究表明 疫情是中国开发商 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且现在venture capital 就是那个风险投资 现在对于初创企业 初创科技企业的投资 开始去减少 但是与此同时 digital economy 就是那个电子经济 倒是炉火炉荼的 在开始起来 然后现在 很多的外国的企业 都跑到中国 包括之前也是这样的 A股成为避风港 中国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片投资的乐土 只要中国维持稳定 一切就好办 那么昨天王成 另外一个观点 今天新道日报也有所转载 说西方群体免疫 不利于中国的开放 新道日报 还有别的文章说 黑龙江 二十个确诊 疾风俄罗斯的一个口岸 那么同时 我们看看明报 新报 人民日报 都有相同的一个报道 这个移民局说 入境未满十四天禁止出境 香港明报报道说 海关减一千一百二十万件三寨品 同时呢 这经济报报道说 多国限制粮食出口 专家说 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 注意的还是非常自豪 另外明报也注意到野生动物 现在食野生动物 这个事非常严重 现在桂林 广西 一千八百万个主属 命运未明 那么南华早报也有个报道说 未来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要改变 关键还是吃野味 你不能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什么都吃 当时萨斯已经吃出一个人命出来了 好了 最后一章告诉你 昨天报道说 蒸蒸也可以吃 有些东西蒸蒸可以吃 但口罩蒸一蒸 据说是消毒 所以香港当报报道说 台湾当局叫人家用 蒸口罩的办法来消毒 网友嘲笑说 那是皆一所使 来源外 他省下了口罩 跑到美国去了 好了 中央书报 好 东西的报道说 中国今年的轻轻汽车产量 有可能下降11.5% 约降到了2160万辆 然后华为要求 台湾的晶片上 第二季增加一个供货量 山东支持湖北的医疗队员去世 丈夫在非洲 没能赶回 然后英国的大壮 香港人说 就是律师 他在疫情里面 非常难挨 现在啊80%的事物所明年内有可能会倒塌 然后呢最后一张告诉你 湖南有个成州北湖区的一个台湾书记 还犯性侵罪 这个年头还犯性侵罪 上帝都要奋斗 观点问题 他向人道歉 那道歉就好了吗 他写了一首诗 叫 报不守着难学来 欠意只怪 醉意回 哇塞 这写得挺好 观点旁边还显断英文 Even it is rain yesterday The sun also arises 即便昨天下雨 太阳照常升起 这世界才有毛病的人 还真挺多 好了 咱们正常人就慢慢休息一下走过去 完了以后看看 曙光开始在欧洲 有点慢慢出现 这几天 昨天我说这个星期非常关键 美国有可能是最坏的一周 希望这最坏一周 能够迎来它的顶峰 对不对 完了以后可以出现拐点 欧洲有几个国家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讲 有几个国家开始出现一些曙光 所以这个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有报道 然后新陈广播电台说 部分欧洲国家准备放宽 抗议禁止措施 哇 这显然是太早了 所以到了我个人点评的部分 我说欧洲疫情即将出现拐点 不要忘了后面有个问号 首先第一个 意大利西班牙连续几天 死亡人数感染人数有所下降 我认为这非常好 因为意大利基本上是全方位学中国的 西班牙相当部分也学了 那么中国的方案应该是有用的 就是别管什么其他问题 你先给我锁住 锁住以后锁住几个潜伏期 现在见效了 奥地利瑞士也开始见效了 在良心之前 西方还说 瑞士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意大利 美股也恢复信心了 所以再次证明是什么呢 这一次到目前为止 华尔街不是只是一个信心危机 还没有营养成一个金融危机 所以如果说这样弄的话呢 那么我们有大胆的理由相信 五月份以后即便不管气温上升会不会杀死病毒 五月份以后至少在疫情上面有可能会出现个小阳春 主要只是小阳春 但这个小阳春很重要 也许今年下半年第二波第三波还会来到时候再说 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有疫情了 有疫苗了 同时我们也有经验了 同时最关键是如果说夏天的时候我们经济上有一个小阳春 对于很多撑不下去的企业来说 对于有可能会跌的跌的就会念成因为金融股灾的华尔街来说 缓一缓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有报天点读 明天我们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